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是红色的灯 怎么这个梁文杰讲错了吗 怎么会变成黄色灯 生成橙色灯 是刻意讲错 还是到底怎么样的一个错误 讯息的一个落差 不得而知 那再者你讲说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那如果说这个 你身为橙灯的地方 比方说像我们昨天有公布出来 像是以色列啊什么 这些是橙灯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说 那边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战争冲突的发生 你可以做比较好的判断来做取舍 那请问中国大陆是来自于你一个反制 或是来自于一个 我惩罚你你惩罚我 这样子的一个对抗的话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判断呢 那留学经商算是必要吗 这个大家现在开始就很困扰了 怎么样才叫做必要呢 顾立兄讲啊 讲说因为解放军攻击台湾本岛 然后外离岛 未经过许可还进入到 十二海里的零海领空 攻击哦 已经攻击了 我们已经开战了吗 用这个词哦 攻击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下令这个 这个什么 国军行使自卫权 而且依照比例来进行自卫反击 所以反正一切通通都是 要么推给这个国军 国军自己决定 要么人民自己决定 这个经商留学是不是必要 通通都是丢给你们自己看着办 就像是我们现在去中心化嘛 我们不是军演要 这个汉光演习要去中心化 人民到时候自己单兵作战 这就是现在民党传达给你 你要恨对岸 但是你也要自己看着办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矛盾的一个点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梁文杰讲说 如果政府没有因应的状况 去提醒国人注意这是危险讯号的话 这是政府的失职哦 那他说 这个其实也不是反制哦 这就很矛盾了 你昨天大张旗鼓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给予反制 我们要一次升他三个灯 然后要么就是开记者会的时候 自己悄悄就又消掉了两个灯 就说没有我们只升了一个灯 还是可能是错误的讯息 那再者又讲说我们不是反制 我们只是要提醒国人注意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就是你又想要展现你很凶狠 你要反制 然后呢 这当中又要处处好像扣扣减减减 然后展现出来说 我们也只是提醒大家注意 这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 没有担当的政府在做的方式 然后呢 那我们打开来里面 这一个是P2版 A2版 A2版又是告诉大家 现在要去到大陆 好危险好危险哦 你必须得要赶快去登记 又来了又来了 现在要告诉你说 去大陆之前要去登记哦 行前最好要登陆 让陆委会全面的掌握到 才能够保护你 而且旁边还列了一串 就是什么 什么某教授某谁某谁某谁 就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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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串就是 都有这样子的故事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无法证实的故事 就是说去大陆 格外的危险 这样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 要登陆 那到底是谁要监控我们 是大陆要监控我们 还是陆委会要监控我们 还是政府要监控我们呢 那反正讲了一串又一串 很危险 结果福州采线团现在说 还是要如期到马祖哦 那这根据这个福州旅游协会的会长讲说 现在29号要率团到马祖 进行三天两夜的考察 梁文杰说 据掌握目前该团仍然依照 这个定期 原定的行程来进行 陆委会是很欢迎的 矛盾的要命 那什么时候 这个案子的一个灯号 会变成红色的灯呢 赖世宝问了卓榮泰 卓榮泰就讲说 这个也是希望 就是要看中方的态度如何 看你表现 还是说我们要看 这个中国大陆给予的指示 就是很矛盾 没有一个定案 反正他就说 你这是一个预言式的质询 很可怕 不能这样 但是我们一直用一种很可怕 预言式的方式 在对全民说话 不是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沈柏阳同样也是 一直在用一种 因照恐怖氛围的方式 在跟大家讲话 他在直播的时候 好像告诉大家 这个自称生命受到了威胁吗 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他要出席一个国外的会议 竟然好像有特务也瞄准了他 我们来看看 在我飞出去的前一天 我取消了我的飞机 我没有飞 我取消了 那我取消了这个飞机之后 结果我接到了国外的Security Team 就是安全团队的电话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 Puma 他说Puma 你不是没有要来吗 为什么会有人用你的名义 到了这个国家 而且来出席会议 可能跟我飞了同样搬机 然后在那边用了我的名字 然后也上了车 然后到旅馆做了报道 然后被发现之后 就不见了 我为什么开玩笑说 傅康阳救了我一命 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傅康企 在强推这个法案 所以我取消了这个机票 因为很长 所以我们加快了一点速度 总之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很神秘 有一个人还冒用了 他的名字出现在 他原本要出席 但最后没有出席的 难道是傅康企救了他一命吗 然后是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国家 那结果他这样讲完之后 大家并不是觉得说 被他吓到 而且反倒是关心起他来了 你看PD上面讲说 我怀疑这一咖脑子撞坏了 然后还说 柏阳醒啦该吃药啦 然后说 这个是已经产生幻觉了吗 看来是这样 还要抓去咽尿一下 甚至还有人讲说 民进党有他在就稳了啦 加油沈柏阳 靠着你 现在大家心情就比较稳定一点 为什么呢 就觉得说 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无可救药了 那我们看连林嘉欣最强 蔡农都在脸书上面说 我们现在应该要发起 她说晚一点 如果遇到每一个民进党支持者 或是党职人员 我真的要很认真的问一个问题啦 就是你们不会觉得 沈柏阳精神状况有问题吗 就是像很多人讲说 可能周遭一些绿营的支持者 有些都已经有点受不了 沈柏阳这样的一个论调了 就连绿营的支持者 都快受不了了 沈柏阳你还不踩刹车吗 你看他的言论 我们随便抓一些节路出来 他在3月18号的时候讲说 大家都在回忆318 我对318后来的发展 一直都很难过 我来写一段小故事 好 故事开始了 他说他人在美国念书 正在写着反服貌的懒人包 就突然被断网了 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当时正在处理 中国大陆维权的事件 再来去到立陶宛 参加世界台湾同乡会 联合活动的时候 他说他回到了饭店旅馆 发现手机充电器被人拔掉 行李也被人动过 吃过的早餐 回到发展发现 多一个便当盒 然后便当盒上面 还写了一个 要注意 warning这样子的一个字 人家想说 现在沈柏阳没事吧 你还好吗 所以大家开始 就对于沈柏阳 有一点点的疑问 但是他觉得自己 这样是不是红了 然后他还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 我再来讲一些 还有窗边小刀 车子铁棍 就想象力十足 还有骇客入侵 然后还有什么旅馆入侵 就反正无奇不有 像柯南一样 柯南去的地方都会有人死 然后沈柏阳去的地方 都会有离奇事件发生 那为什么会这么离奇呢 难道是现代卫斯里吗 大家开始在讨论起 沈柏阳的灵异事件 沈柏阳的离奇事件 大概是被害妄想症吧 还有说什么上厕所没卫生纸 大概也会觉得毛骨手来嘛 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卫生纸呢 原来是阿姨没有补 那笑死了 是不是在演这个神鬼认证 所以已经大家开始 把沈柏阳当成一个笑话 在网路上面看了 那我们再看看 人家在讲说 这个有一些人 是信仰着沈柏阳的 他说看完铺嘛 因为他说他喜欢用铺嘛 所以绰号叫铺嘛 看完他的这个直播 大哭一场 看完刚刚这些灵异事件 哭了一场 然后沈柏阳回他说 因为你有崇高的灵魂 我刚刚不知道有泪点在哪里 可能我们灵魂不够崇高 所以很多网友讲说 这样子看完他直播大哭一场 甚至还有一些亲律网友说 我看了3Q直播还哭到停不下来 3Q直播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真的认真去看一下 原来是游戏直播 连续打了五个小时 太感人了 这个精神可嘉 可以打那么久的电动 打那么久的游戏 感动 这到底是什么样邪教取暖的剧情 现在开始网路上面纷纷吐槽起来 这年头难道台湾已经用灵魂治国 洗滴台湾 洗滴人心 然后灵魂多崇高不太肯定 但是智商可能不是太高 好 我们先来问一下杨明哥 杨明哥怎么看现在很离谱 其实现在就是对岸 当他们采取这个所谓的惩治台独的措施之后 我们在就是我们赖政府就是组合拳 抗中宝台就开始唱起来了 包括从这种所谓的旅游警示 可是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赖金德上任的时候 还在不断的跟旅行社说 如果这个什么已经组好团的 我们这个都不会阻挡 你们已经要去的就赶快去 然后现在突然变成说 不鼓励你们去 大家不要去 别去 对 现在到底两岸的旅游 我相信现在观光 很多的观光旅游业者 他们现在心里面才是真的毛毛的 绝对比沈柏阳还要毛 当然现在我必须讲 这一波所谓的抗中宝台操作 对岸当然始作俑者 我必须说这个对岸 他采取所谓的惩治台独的措施 这是一个 我们常讲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你越紧绷 你越对台湾的这个方式 越收得越紧 越狠 其实反弹的力道是会越大的 民进党最擅长操作 这种所谓的反中抗中 这样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一波我认为 短期内目前看起来两岸 会朝向更冷冻 就两岸关系会更激动 回到甚至可能回到 所谓的李登辉时代 甚至可能回到所谓的李登辉时代 为什么 因为最近他们在检讨这个媒体 下一段我们可能会谈到的 就是媒体的部分 他可能是连记者注点都要取消 这个不就回到李登辉时代了吗 就是可能没有所谓的常驻了 未来就是可能 就是用个案申请这样的方式 当然谈到沈柏阳的议题 我觉得沈柏阳委员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逻辑不是很好 他先讲说 傅昆奇跟黄国昌 他们有一个所谓毁国的 毁台的计划 他们说他们是受了中共的指使 要来毁灭台湾 结果又说 可能傅昆奇要强推这个法案 所以让他不用去国外 让他免于被所谓的 他形容的一个神秘人物 免于受害 所以傅昆奇救了他一命 如果今天傅昆奇跟对岸航械一气 真的有那个神秘人物 傅昆奇不是赶快 这个法案他就不要处理了 让你顺利出国 然后就会外面这个特务 这位神秘的特务 就会把你干掉不是吗 这逻辑 我就不懂这个逻辑 如果今天傅昆奇 真的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 他不是应该很清楚 中共要怎么处理你吗 我们法案不要推了 我们好好处理神博雅 所以这种 毫无逻辑可言的推论 当然第一个 他要去参加这场国际会议 或怎么样的 我觉得大家看那个直播 没有看到重点 他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他真正的重点是说 他讲完这个故事 他说所以我申请了随护 所以现在我们的警政署 派了 我讲每个立委 只要一派就是两个 就会有两个人 派在沈柏洋身边 因为要轮休 然后就要保护他 而且强调 他强调是因为他在国外 所以到时候那个随护 还要跟着他出国保护他 好 来问雨萱 其实我看沈柏洋直播的时候 我也看到哭了 对 就是笑到哭而已 笑到流眼泪 因为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我坦白讲 我觉得沈柏洋他要发挥他的常才 因为他在讲这种灵异故事 甚至我建议他可以讲一些外星人 跟于北辰一起讲鬼故事 对 我觉得两个一搭一唱 可能可以创下台湾收视史上的奇迹跟高峰 如果他有这种灵异节目 可惜现在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可以帮他开一个 我是认真的 因为他描述这个场景 会生会营的太了不起了 各位他这三个故事 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他说有人因为傅昆奇一直在立法院乱 然后阻挡我 让我没办法搭上那一班飞机 然后去到一个危险的国家 然后一个不知名的国度 然后参加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 他说只有参加会议的人知道 然后我登上飞机之后 发现我没有上去 可是我的机票 我的饭店 然后甚至是会议 都有人冒名顶替 所以这很可怕 这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 但最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不知道人在哪里 又没抓到人 然后他刚才讲的下面一个说 我会去饭店之后 发现有一盒炒饭 然后他还描述的记性名 有三分之一 你知道各位 讲这种灵异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细节 细节只要够具体 这故事就很生动 但是最后他的结局又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掉了监视器 没有看到人进出 又没有人进出他的房门了 所以这个不是特务的故事 这是灵异故事 就像她说我的插头被拔掉了 那我跟你讲 我也可以讲一个你知道吗 我刚才开过来的时候 开车过来录影的时候 我也发现一件 让我觉得很惊吓的事情 就我车开着开着 然后这个翟璇姐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发现我车子没有了 但我明明上个礼拜才加的 为什么我开一个礼拜就没有了 好可怕 网路纤维脱掉 所以我真的建议什么 我想你现在有两个选项 要嘛就是说看看自己考虑 要不要研究一些 因为老高最近是不是之前 前一阵出事 你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你直播流量我保证你更好 我去当老高2.0 要嘛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我建议你去看医生 好不好 不然这样大家会很担心你 因为正常的政治人物 是不会去做出这种行为的 也不会讲出这种故事的 而且你是原创 老高之前还被人家讲说抄袭 你有办法原创这些故事 我就会给你称个赞好不好 灵异大师非你莫属 但对于这个承设警戒的问题 这个就是认真的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赞金来讲一劳永逸 本来是不是大家一直压迫他说 他一定要被迫讲一些 两岸互动交流观光 那我请问一下各位 我们之后台湾的 台湾人还要去大陆玩吗 还要去中国玩吗 不用了 他一个承设警戒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相对的对方也不能来 他就说我们这是互相关系 我最后踢爆一件事情 事实上两岸原本是有要交流的 原本中国他是其实有一个高级干部 已经陆委会都已经审核过要来的 后来就是因为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最后已经延期了 无限期延期 所以未来的两岸之间 我跟各位保证非常悲观 也应该是也不会什么 太大的交流会发生 来 温玉明姐 我觉得陆委会把旅游的警示灯 一下子跳成成灯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因为老百姓都要问说 请问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橙色的发布 一个可能是疫情 一个是战争 那我就问 请问现在中国大陆是什么情况 是疫情比台湾严重吗 有什么不知名的疾病 大家不知道吗 会危及我们国人的生命吗 看起来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自己新冠的疫情 自己也起来了 那第二个是战争吗 现在是中国大陆内乱 他们自己有内战吗 还是是什么样的情况 飞弹打来打去 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陆委会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所以组长大家说 不可以去 你这个会有危险 也没有 那所以请问这个旅游的警示灯 是可以乱发布一通吗 陆委会可以乱发布 那外交部也可以乱发布 然后你发布了之后 就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 我们还是不是一个 法治跟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你可以用你的行政命令 你说我今天就是不爽对岸 因为他发布了那个台独22条 所以我就是要跟他对抗 那我就是要国人 现在没有重大行程的话 你们就不要到大陆去 你可以用你的行政宣示 但是灯号的发布 它是有一定的评估标准的 你乱发布一通 国人变成什么 无所适从 那现在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 结果他们又在释放双重讯息 交通部说 没有啦 我们只是发布警示 没有禁止大家去 那这样是要去还是 是要去还是不能去 不怕死的可以去 我就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乱了套了 你今天 要去让他们先监控 要先去跟他们登记 对 你今天对人民发出这样的讯息 真的是扰乱人性 而且他这次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也病 是中港澳 当然知道国人不见得去中国到 但是去香港跟澳门的人非常多 你有在管这些旅游业的死活吗 你有在管我们的这些航空公司的死活吗 有多少的班级 它是非香港跟澳门的 你连这些你通通都要挡下来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旅游业 是不是该上街头了 之前一再的被蔡政府骗 现在被赖政府骗 选钱的时候赖清德挂保证 说要帮这个旅游业解套 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结果现在呢 完全通通都没有一片再片 我觉得旅游业者 现在真的是台湾最惨的产业 生意都没有了 因为这灯号对于旅游业来说 是非常实质的有影响 就是说如果一旦生成了橘灯 所有的消费者你要退票的话 是可以立刻退的 他得要退费的 所以对于旅游业来说 你的意气用事旅游业 是得要全额买单的 所以重创旅游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谢谢 då 感谢观看